2014年10月29日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林文位 苍松肃力 翠百敬哀 437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一事 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抗美援朝烈士家属 志愿军老兵 以及社会各界800余人 将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 作词 있나 我 你自上 干我多哀 写冥有疑 思作华当 丁烈风云 日月光归 丁鸣不醒 万能寸那 丁烈敌人 血汗相传 丁熊大哥 代代传大 四十多年来 祖国和人民 始终铭记着 这份难以忘却的怀念 包含深情的记文 表达了人们 对志愿军烈士的 崇高敬意 和接续奋进的 坚定决心 1950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百废戴星 在那个艰难时刻 中国人民志愿军 依然自讨自讨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 最现代化的对手 中国军阵 没有丝毫畏惧 一入朝 死后的观念 已经都跑苦了 入朝打仗 必然要死人 一个连队打到最后 就剩几个人 剩十几个 一百多人 剩十几个人 而这一次安葬的 437位志愿军 烈士遗憾 正是在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 战斗最为激烈的 江源道 恒城 铁园 洪川地区 以及京济道 连川 嘉平等地发掘的 这些地区 处于三八线附近 正是当年 交战双方 反复争夺的地区 由于战斗太激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 才能够把 我们的战士安葬起来 但是只能安葬在敌战区 我们没有办法 把他带回来 没条件用回来 我们的 我们是 这个实力什么 都配备到丹家里 有的都出去带丹家 你才能抬回洞儿 一个账下牺牲过 由于战士紧张 因此大部分 志愿军战士的遗体 只能就地掩埋 我就掩埋过烈士 有的烈士一抬来以后 就已经走起初 你找不到他一点 他的姓名和大德部队 然后我们在山边 挖个坑 那会儿每人有一块方语 把方语中给他托一半 这一半盖家庭 把土一埋 立个小牌子 这女烈士之墓 历经三年的残酷战争 中国军人用一个个年轻的生命 最终换来了伟大的胜利 他们打了这场抗文元朝战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上面 再也没有发生过 要挟中国政府做什么事情 迫使中国让步 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曾经流行发生过 什么时候终止的 就是抗文元朝之后 抗文元朝一仗 打出了中国人的瘟严 1981年开始 韩国陆续发掘出中国军人遗骸 1996年 韩国为此专门在经济道 修建了中国军功能 尽管志愿军是在敌人 但因为志愿军的英勇奋战 使他们感到的敬佩 因此他就将那些可信的敌人 依然完好的 安葬在他们的目标 然而 深藏异乡的英雄们 纵然有着怎样的青山绿水 也不能平复祖国人民 至爱亲人 和那些生死与共战友的 惦念和牵挂 你是出国作战 你总是回来 这儿 虽然 有的人 找不着自己父母 但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总是根还在这儿 是吧 2013年6月 中韩两国经过磋伤后 达成了志愿军遗骸回归公国的共识 12月下旬 遗骸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历时三个多月 韩国对发掘出土的遗骸进行鉴别 登记 最后封关入列 党科国家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千藏部作高度重视 中密部署 体现了党科政府 全军官兵 全国人民 对魏国全区志愿军烈士的深厚感情 2014年3月28日 英灵回归的日子 终于到来 437具观国 常念着437位年轻的圣物 他们到下时身影不同 却有着同样的音容 加油 我们祝汉大使 去在每个观国上 去覆盖一面国旗 覆盖国旗的时候 非常庄重 大使盖到国旗以后 然后很庄重的 把国旗抚平 因为说现成的很多 公司的影响 我们是东方航航 在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 进入中国领空后 两架空军战机为专机护航 而担负护航任务的 沈阳军区空军医师 某团飞行员王远东 至今都对那次护航难以忘怀 这时候我们作为站在 两翼的会议员 也是感到心情澎湃 我们选择的队形 是在波恩747 基因两侧 目的是 我们就像在先辈先烈 回国的途中 我们他的左膀右臂 拖着他回家 烈士们生于苦难的旧中国 却从来勇敢不乐 你们勇敢战斗 不过是为了让数千年来 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 不再经历你们一样的苦难 而今我们拥有了钢铁般的国防力量 却从没有忘记你们 用生命建立的更小工学 这似乎也是一种对历史的不长 因为在历史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当时没有能力 但是在今天 他们却让烈士们能够看到 他们当年的奋战 在今天已经发出了牙 已经卸下了果实 我们的国防力量已经增强了 已经具备了能够保卫自己国家领土的这种能力 2014年3月28日 护送烈士遗骸的专机 终于徐徐降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当街道光光那一刻 实际上我感觉就是不光 是脱举协力的遗骸 实际上也在这拥抱一个长辈 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也将迎来又一个无比庄严肃穆的时刻 为了这一天 志愿军烈士家属 志愿军老兵等了几十年 2014年10月29日 437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在沈阳隆重举行 60多年前 437位志愿军将士 浴血奋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地区 他们用年轻生命赢得伟大的胜利 而今他们终于在祖国的大地上安静入眠 庄严肃穆的那一刻 凝聚升腾着中华民族一股坚强的力量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不能忘却的纪念 当仗着三军将士的信赖 陆遇着全国公众的厚爱 激昂的跋涉过风雨 攀越了声赖 伴恩默默相守 用节目 请你解阅 军事纪实 胡佛在阵地 敬战正安 时光荏苒 六十四年前 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 踏上征途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鸭绿江派 最年轻战友的怀抱中 他们终于可以 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 我猫 向英族行道 任务力士 来 你们先 二十七名解放军官兵 随着口令声 整齐划一的连续鸣枪九起 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解 基砍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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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念渠 完转悠扬的小号声 在陵人上空营绕 诉说着长久的等待与思念 对忆着志愿军烈士的中魂 和壮志 执行烈士遗骸安葬任务的官兵眼中 早已失润 英烈们设身忘死的豪情壮志 穿越一个甲子的轮回 震撼着每一名官兵的内心深处 这些烈士的遗骸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集团军 当年在朝鲜战 我们亲手把他安葬迎回来 安葬好 所受到的震撼 心灵上受到的冲击 起到的教育效果 远远超出了一堂贺教育的效果 这个正向我们战手的讲 他们这个当年冲锋陷阵 英勇牺牲的场景都浮现在面前 感觉到作为我们新时期的军人 特别是作为39集团军的一名女成员 更应该心活相传 把战军的历史当年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下去 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 松行队伍中的这位老人叫蔡晓东 他是志愿军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烈士的儿子 副军长蔡正国 1953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 他是志愿军牺牲烈士中 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之一 蔡晓东每年都会来烈士陵园祭拜 在安葬仪式之前 他便早早来到了这里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971年 我父亲也是安葬在这里 每年都要来扫墓祭奠 每年来的时候呢 心情都像第一次一样 都是比较激动 也比较沉重 我父亲的 61岁的蔡晓东告诉我们 这次接回的老兵遗海 和安葬在陵园中的志愿军一样 很多都是无名烈士 这其中很有可能就有他父亲的老部下 作为烈士的后代 看望他们 就和看望自己的父亲一样 他们呢 和我们的父辈一样 都是为了 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启成了生命 所以说呢 作为后人来讲呢 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 我们就会对待父辈一样的 在陵园的北侧 是烈士纪念广场 它由烈士英明墙 主题雕塑等元素组成 黑色花坑岩 作成的原型抗美援朝烈士英明墙 其造型寓意烈士的回归 团绕 象征着和平 胜利 在烈士英明墙上 刻着19.7万多 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 看到了这个烈士墙 这十几万烈士的英明 确实体现了 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我们有责任呢 就是继承先烈的银制 把我们的事业做下去 把我们的国家呢 建设得更好 在纪念广场的中央 是主题雕塑 它的造型 取自喜马拉雅山 绿意着英雄如山 两侧的副雕塑向上涌动 绵延起伏 寓意中华民族英雄辈出 民族精神代代相传 山上的白颗副雕 既是信歌 象征着对回归家园的期盼 又是和平歌 象征对世界和平的期盼 雕塑的下方 整个这底下 全部是一个地宫 这个地宫呢 里面呢 就说的 烈士的遗骸呢 都是安放在这里的 都是安放在这里的 这里还有预留了一些位置 所以说我们也是 期盼着更多的烈士 能够回来 又一次来到了 这个熟悉的地方 又一次勾起了蔡晓冬 对父亲和先烈的 无限怀念 看着英零墙上 烈士的姓名 蔡晓冬在纪念广场徘徊 许久都远离去 这是一次最好的 爱与主持人教 最实际的时间 尤其是年轻人 让他们来看一看 会对他们来讲的 在灵魂上是一个生化 烈士家属 志愿军老兵和学生们 把手中的鲜花 放在了雕塑前 此时此刻 置身于纪念广场 站在这片黄秀石 铺成的黄土地上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祖国母亲的温暖和力量 这一天 四百三十七位 志愿军烈士遗骸 终于安放在故土家园 在祖国的怀抱里 静静长年 安息吧 老兵 你们青春的身影 注定年故成为永恒 安息吧 老兵 祖国亲人 从来没有把你们忘记 安息吧 老兵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新一代共和国军人的碧弯 同样坚强有力 轻松速逼 绿水长歌 志愿军烈士 英明永存 如此的庄严 如此的俗目 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在人们心中 凝聚 升腾 定点跳伞比赛 从1200米高空跳伞 主路位置却是以厘米计算成绩 特技跳伞比赛 高空中的危险动作更让人心惊 军事纪实记者跟随 八一跳伞队走进全国跳伞级标赛现场 军队运动员是怎样顽强拼搏的 经过激烈决注 他们又能否续写金牌记录 军事纪实 下期播出神兵天降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